66. 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2月8日報章 C.09元學世情逆經三財敗五懷破太陽黑子對馬年經濟影響 1. 本蘭去年中看出超級月亮、水星逆行等文章 通過逆經天人相應的角度,提出股市會受天象影響而產生相應的波動 太陽黑子活動同樣影響著股市週期,不者在前幾期本蘭指出 2014年初太陽黑子可能達到極低期,預計股市會在馬年發生較多波動 另據不者統計分析,太陽黑子活動週期對香港樓市更具有明顯影響 古天文學認為,天與人互感相應,天上日、月、星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人 所以股市會隨之產生相應變化 比如,月亮的營絕變化影響人類的情緒,包括股市投資情緒 所以股市經常在滿月前後發生市場轉向 著名的螺旋力法就是2月兩週期為核心29.53 以神奇數字的方根為成數創造出來的 而太陽黑子活動增強也會首先影響到人的神經系統 對人的情緒產生影響,特別是群體情緒 進而影響到由投資者群體參與的股市 太陽黑子週期 太陽黑子週期是太陽活動的最重要週期 據科研資料顯示,太陽黑子週期並非絕對固定的 週期長時可能達到將近14年,短時約為9年 其平均週期約為11.2年,通常稱11年週期 亦經認為天、地、人三者同類相感 所以,太陽黑子週期對地球氣候變化產生極大影響 同時也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產生影響 進而影響人們在金融領域上的投資情緒 太陽黑子活動的11.2年週期中 開始的4年左右時間因 黑子週不斷增加 太陽活動加劇 在黑子週達到極大的那一年 稱為太陽活動豐年 在隨後的約7年時間因 黑子週越來越少 太陽活動也逐漸減弱 當黑子週達到極小的那一年 便稱為太陽活動谷年 從2008年12月開始 太陽活動便進入第24個太陽黑子活動週期 但根據筆者近期的天文觀測 太陽黑子數有所回升 第二十四個太陽黑子活動週期可能將以雙頂認識出現 預計到2014年初達到高峰 與經濟週期關係從十九世紀開始 此 人類已經發現了太陽黑子活動與經濟活動存在一定聯繫 經濟學家爭推斷 太陽黑子高峰期內或其後一段時間 人類社會常會相應地發生一些大事 出現天災人禍 社會動蕩 或爆發經濟危機等 1878年 開創近代經濟學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里極文師 William Stanley Jevons 發表商業危機和太陽黑子一文 他計算出1721年至1857年的歐洲經濟危機週期為10.466年 這與太陽黑子週期大體一致 太陽黑子活動的週期變化 會使地球持長平衡錯亂 並引起人體的生理和情緒變化 從而導致人們對未來前景 特別是經濟發展前景 產生樂觀和悲觀的心理週期性變化 最終影響投資、消費和股價等 日本早稻田大學客助教授島中紅二也曾指出 1933年和2009年經濟跌入谷底 都恰逢太陽黑子極小期 他認為 太陽活動的週期性冷暖變化 引起維持人類體溫所需的卡路裡的攝取量變動 從而再根本上動搖了石塊燃料消費和濃淋水產品需求的穩定 自然也影響了初級產品整體的價格變動 進而波及經濟整體 不同形式重現 不者過去曾經翻查中國股市二十多年的歷史記錄 發現太陽黑子的週期 與股市週期的對應關係是一致的 中國股市反覆地以三種不同形式重現一年週期、兩年週期、三年週期、五年週期、七年週期 但這些週期都表現得不是十分穩定 只有十一年週期是相對穩定的、股市的太陽黑子週期時間 約為一百三十二個月正負一個月 即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個月 不者整理出中國股市週期 基本都在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個月之間 例如、1.1990年12月至2002年1月 經濟週期底部至底部 共經歷一百三十三個月 經濟週期底部至底部 共經歷一百三十二個月 3.1993年4月至2004年4月 經濟週期頂部至頂部 共經歷一百三十二個月 4.1994年7月至2005年6月 經濟週期底部至底部 共經歷一百三十一個月 5.1997年9月至2008年10月 經濟週期底部至底部 共經歷一百三十三個月 不者在上兩期文章中提到 股市在太陽黑子高峰期過後 都可能出現崩潰 以第二十三個太陽黑子活動週期為例 太陽黑子活動高峰期出現在2001年至2002年 2001年6月中國股市產生了歷史大頂2245點 但隨後開始下跌 並持續四年多時間 跌至998點 早已有人總結過太陽黑子與投機市場的關係 從1610年至2000年約400年的紀錄 可以看出 太陽黑子高峰期時 投機市場通常出現非理性行程 但其後都會出現崩潰 例如 例一 屈金鄉事件 1630年太陽黑子數量開始猛增 1634年 荷蘭屈金鄉球徑價格開始上漲 甚至一火上等球徑價格等同於當時一間房子的價格 到1637年2月 屈金鄉球徑價格崩潰 暴跌90% 帶來股市崩潰例如 南海泡沫事件 1720年 太陽黑子出現至1637年後的有一次爆發高峰 英國南海公司股價近半年時間 就從每股128英鎊上升至每股1000英鎊以上 但半年之後 又跌落至124英鎊 此後出現泡沫經濟一次 此外,1929年美國金融危機、1987年美國股災、1997年香港股災、2008年金融海嘯等 都與太陽黑子活動週期有關 不者總結 第24個太陽黑子活動週期的高峰期預計出現在2014年初 故不者認為 馬年投資者要特別應注意經濟走勢 僅防股市波動 贊民 五懷撲 大背景 規模 浴寺 麻 。 這個